包飯捲啊 還是收銀之類的 下午六點鐘 學堂陪伴小朋友 做功課啊 玩遊戲 禮拜一二 我們拿那個慈善的便當 沒關係 兩個都可以來 我應該一個小時之類 我的國小同學當中 三個班大概一百人 現在住在這邊的只有一個人 在台北 從事媒體業的李博勝 回故鄉創辦學堂 夏菲林 博士要跟你講 在孩子們心中 他彷彿黑暗裡一座厚實的靠山 副理距離台灣所有的六都都很遠 所以外出工作的人口非常的多 孩子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可以去拉一把就去拉一把 學堂乍看幫孩子輔導課業 但細膩藏在溫熱晚餐 和盡全力的陪伴中 每週安排鋼琴課 讓孩子練琴 另一旁教室 老師 家長 熱騰騰飯菜擺一邊 一心只顧著教功課 身體和習慣有不同的話 你要找出它的對稱點 應該是在 如果說我今天遇到一個 我的國語功課不會寫 我去問媽媽 結果我媽媽也在學 國語的階段的話 家長也會覺得很無力 李妹妹從福建嫁來台灣 她是學堂家長也擔任客服老師 這位超人媽媽 白天在教會工作 傍晚衝去校門口接孩子們放學 再開車飛奔學堂之間送飯菜 學堂像家庭 少了爸爸這角色怎麼可以 他們難免都會有一些衝突 衝突存在 然後我們變成說 我們要用一種威嚴的方式去做制止 你去用心注意地傾聽他們之後 讓他們可以放心地 把一些話講給你聽 用命令的方式去這樣說服大家 這其實是會造成他們更大的陰影存在 威嚴耐心並行 是他們急於避免家庭暴力 世代複製的關鍵 中間把他想放棄 然後後來就那個 後來就被說服 然後害羞 不要害羞 妹妹阿姨很溫柔 然後對我的課業也是細心的教導 她想當我的大女兒 但最大挑戰是時間和家庭參與 舉個例子來講前些小孩子偷竊 他是家庭關係變遷之下造成的受害者 但是我們一定是看到那件事情發生了 再往回推 我認為我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 我們沒有辦法代替家庭的功能 奮力用生命陪伴生命 使這群大人一個一個接力接住孩子的寫照 去年全球